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9集 范贤看了苏文贸一眼 苏文贸从涟漪里取出另一张暗宗 沉着一张脸 开始按照纸上写的名字 将一个一个人名念了出来 张三 李四 王八 龙九 随着这些龙套名字的一一念出 私库人群里的十几个人 脸色顿时煞白了起来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马上就要和假访的萧主事一样 伸手两断 有几个胆子小的双腿发抖 裤子上面竟是湿了一大片 苏文贸厌恶地看了这些人一眼 不明白提斯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吞了一口唾沫后 黑着脸说道 你们可以出来了 秦柴大人设你们无罪 明日便上书朝廷 替你们作保 无罪 还要上书朝廷 这些被点到名的私库们 顿时傻了起来 本以为是地狱 谁知道是有清凉的泉水 和七十二个厨女的天堂 在深州私库们不解 疑惑猜存极恨的目光中 这十几个私库 痴痴傻傻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走到了范贤的面前 扑的一声跪了下去 谢谢钦差大人 却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范贤满脸温和笑容 双手虚拂 将这些私库们扶了起来 一面作态 一面和声说道 能够拿住三名主侍的实在罪状 能够知晓 私库之中竟有如此多的不法之事 权掌诸位大义灭清 一心忠于朝廷 不然本官还真不知道 内裤竟然乱成如此模样 也不知道今日 竟然有人胆敢挑唆罢工闹事 诸位于果有功 本官自然不会亏待 坊间顿时哗然 原来这十几个私库竟然是内鬼 就连范贤身后的官员都傻了眼 心想 这钦差大人来内裤不过三天 怎么就发展了这么多眼线呢 监察院密探之名 他果然不是虚假呀 而私库们知道 被范贤请出去的十几个同僚 竟然在暗中出卖了自己 不由勃然大怒 虽不敢上前痛揍 却也是狠狠地骂了起来 乌言汇语漫天飞舞 钻入了那些内奸们的耳朵里去 那些内奸私库呢 本来是爱死了小范大人 这时候 却是恨死了小范大人 不错 他们是暗中还了苦银 也偷偷说了几句 自己听说过的东西 可是 这可是 哪里有小范大人说得那么严重吗 这罢工的事情 自己也是昨天夜里才知道的呀 哪里有时间去禀报呢 至于萧主事和另外两位主事 天呐 自己只是想当根漂亮的墙头草 哪里敢得罪司库们的首领啊 这些千夫所指的司库们 面面相去 欲哭无泪 就算范贤今日放了他们 可是今天当着众人的面 指食了自己的背叛 无耻之举 自己日后怎么面对 两百多名同僚呢 自己还怎么做人呢 张三望着李四 王八看着龙九 用眼神 悲哀地询问着 哎哟 您 也是内奸啦 是啊 咱也是内奸了 接下来 范贤的话 又让房里 一片震惊 嗯 这十三位司库 勇于揭发弊端 于国有功 本官决定 自今日起 他们便是三大坊的副主事 范贤温和笑着 问身边的副使 马大人 你看 此意如何呀 副使马凯心里边 还记挂着 内裤究竟如何 才能正常生产 心情十分郁闷 但听着这话 仍然是连连点头称事 内心深处 对范贤大感佩服 这招 真是漂亮 亮明这些司库的 奸细无耻嘴脸 日后 智库 用这些人当爪牙 不愁他们不服 这是 人为的 在司库当中 画了一道鸿沟出来 今天这事 如果能圆满收场 日后的司库们 也再难以 重新纠结成一起 成为一个 可以与官员们 对抗的阶层 忽然有人 冷笑了起来 众人定睛一看 正是被捆着 跪在地上的 一仿四苦 只见 他冷笑悲哀地说道 好一群无耻的小人 樊大人 莫非你以为 就靠这些家伙 便能让内裤运转如初 我不是要挟朝廷 但 少了我们这些人 脑中的东西 内裤 只怕撑不了几天 这话一出 场间气氛又异样了起来 副使马凯 想凑到 范贤耳边求情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而转运司官员中的 信阳心腹 也开始明着 为朝廷考虑 暗中替主事打气 纷纷向范贤进言 一切 应以内裤生产为重 杀来位小主事 已经给足了对方教训了 范贤哪里会听这些话呀 只是盯着那名 仪仿的主事 半晌没有说话 那一双锐利清明的目光 竟是盯着仪仿主事 再也承受不住 缓缓地低下了头 而这个时候 范贤才怒声说道 死到临头 还敢要挟朝廷 撕裤 撕了你的内裤 蒙脸上看看 你颈子上长得 究竟是脑袋 还是屁股 钦柴大人雷霆一怒 场间鸦雀无声 范贤扫了重厮苦一眼 不屑之中带着连怒说道 还真以为你们很出息呀 还以为 这内裤还是当年的业家 不看看你们那点能耐 说旁人是无耻小人 你们呢 除了会摊银子 会偷材料 变卖 会苛扣那些苦哈哈的工钱 会强占别人的老婆 你们还会做什么 无耻 你们要是有耻 就不会有今天这档子事 他转身 对着仪房主事 大怒说道 你很硬气呀 内裤没你不行 那你告诉我 这些年的玻璃 怎么越来越浑了 酒怎么淡的 快生出个鸟来了 香水已经停产了十年 你找出法子来没有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当年 也是叶家的伙计 老人 范贤痛心疾首 对着那名主事 破口骂道 他妈的 怎么堕落成这样子 我他妈的快气死了 坊间众人一领 迟钝的大家 这才想起 似乎有个留言 面前这位愤怒的钦差大人 是叶家的后人 他妈的 我他妈的 谁的妈妈会生气 那名主事 归在地上 脸色又红又白 听到叶家二字 他记起了 面前这人的真实身份 那意思 隐藏了许多年的记忆 缓缓升起 让他又羞又愧 又怒又惧 羞愧的情绪 比较好理解 毕竟当年 他不过是 一个在道旁起食的小教花 能够混到如今这种地步 全因为叶家 而当年叶家小姐 是怎么教育这些人的呢 至于怒惧 则是来自于 他的自然反应 一种被人 曝光了衣服后的羞怒感 而想到钦差大人 是叶家的后人 只怕自己脑子里 知道的东西 对方也一定知道 那自己还如何能够 用那些东西 要挟对方呢 对方将萧主事 一刀砍了 难道还砍不得自己吗 朝廷待你们不薄啊 范贤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说你们三个主事 就是一般的私库 每年俸禄 甚至比京都三品官还要多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莫非以为内裤所产 全要靠你们的脑袋 这每年两千万两银子 闪了你们的眼 让你们觉得不愤 觉得自己应该多正一些 这话说到了私库的心底 内裤一年所产极为丰富 卖往天下诸国 为庆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虽然私库们的待遇已是极高 但和那笔庞大的银钱数目比较起来 他们的心里依然有些不舒服 总觉得自己这些人为朝廷挣银子 应该分得更多才是 这才有了私下的贪赃亡法 欺压百姓之举 此时听到钦差大人如此说 众私库虽然不敢顶嘴 但眼眸里却出现了便是如此的意思 范贤冷笑一声 很无情地撕去了他们的画皮 淡淡嘲讽道 可问题是 你们倚仗的东西 真的就是你们脑子里的东西吗 场间一片沉默 包括官员们在内的所有人都认可这个事实 直到范贤说道 不要忘记了 在叶家没有出现之前 你们知道什么 你们脑子里掌握的技术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是神庙教的 范贤骂道 都给我记清楚了 这是叶家教给你们的 没有当年的叶家小姐 你们就是些废物 继续刨田乞讨去 叶家当年是为了什么 才修了这些大工坊 我看你们 统统都忘记了 是当着本官的面 还想用叶家交给你们的东西 来要挟本官 你们要不要脸 支不支齿 他身后的官员们面面相聚 虽然朝廷早就不追究叶家的事情 小范大人的身世 也是渐渐为天下人知晓 可是这么光明正大的 叶家叶家的说着 终是有些犯忌讳吧 范贤此时却顾不得这么多 一方面是怒 另一方面 却是要借着这个机会 替自己证明 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做任何事情 都讲究明正言顺 所谓师出有名 而范贤今天痛骂私库 刀斩人手 不论利益层面 先就道义层面 已经拿了旗帜 用叶家的手艺 要挟叶家的后人 这不是忘恩负义 又是什么呢 那名以往的主事 终于软了下来 跪在地上哭嚎道 大人 小的知错了 请大人给小的一个机会 让小的 用当年学旧的记忆 为朝廷出力 虽然这位主事 痛苦地哭嚎着 但眼间的范贤 却没有发现 他的脸上有什么泪痕 反是唇角抿得紧紧的 不由冷笑起来 知道对方依然以为 自己不会继续杀人 还以为他脑子里的东西 还有用处 范贤轻轻起掌 掌声降落之时 四位半百左右的老人家 被监察院的官员们 拱卫着进了工坊 这些老人不是旁人 正是由中原一带 经由丹州转回的 庆渔堂掌柜们 监察院官员摆了四张椅子 范贤起身 面无表情 却刻意恭紧地 请四位掌柜坐下 官员和私苦工人们 都糊涂了 心想 这些似乎被封一吹就倒的 老家伙究竟是谁 怎么有资格 与钦差大人并排坐着 那位副使马凯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也在犯嘀咕 心想 本官都站在钦差身后 这些平民 好大的胆子呀 范贤手指在身上的连衣上滑过 沾了些冰凉的雨水 涂抹在眉心中 缓缓地揉着 问道 还认得这四位是谁吗 叶家 亲父 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 内裤坊中的工人们 早已不是当年那一批 甚至那些私库们 也没有见过 当年高高在上的叶家 二十三位大掌柜 所以没有认出来这四位是何方神圣 纵有当年的老人 但隔得太远 也是不能变轻 当时那名跪在地上的遗房主室 带着游仪的目光 在这四位人的面上缓缓扫过 又低头想了半天 忽然间似乎想到了某件事情 就是害得双腿一软 本是跪着的姿势 顿时一屁股 坐到了泥水之中 二十年未见 当年身为叶家小帮工的他 也花了好长的时间 才想起来 面前坐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叶家老掌柜 一方主室的身子颤抖了起来 他此时才知道 为什么范贤竟然如此有恃无恐 为什么会逼着自己这些私库们造反 为什么毫不在乎 自己这些人脑子里边记着的东西 原来他竟是带着被软禁京都的老掌柜们 记起来了内裤 老掌柜们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是当年叶家小姐的第一批学生 也是叶家后来所有师傅帮工的师傅 更是如今这些内裤私裤们的祖师爷 有这样一批老家伙在身边 钦差大人当然不在乎 这个公益失传的问题 更不用担心什么内裤出产质量啊 说句实在话 这内裤当年就是这些老掌柜们一手建起来的 怎么会没有办法打理呢 想通了这一点 那名主师满脸绝望 但内心深处 游子存着一丝希望 将嘴一咧 在地上往范贤处挣扎着爬了一截 哭嚎着说道 师父 你老人家替徒弟求求情啊 众人一正 范贤也是微微一愣 当然知道这人不是在向自己求情 顺着那名主师的目光望去 发现他看着的竟然是七叶 不由偏头好奇问道 七叶 是你当年的徒弟 七叶沉着一张脸 盯着那名主师的脸 沙哑着声音 怨读地说道 跟我学过几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言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